新华社快讯 新华国乌兰巴托至赛因山达 第286次次运列车天凌晨45时分 左右在东戈壁省境内发生列车输轨事故 造成不发人员受伤 据报道 近日暴雨导致的洪水冲毁且落陆基 是造成列车脱轨的主要原因 医疗急救 紧急情况 警察等部门相关人员 已经对相关人员展开救援 自然的免责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